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知道已经甩掉了阴烟雾和虚空蝉处 不过他并没有多少开心 甚至没把土圆珠拿出来观察一下 因为他的下品仙经涌完了 莫无忌的神念横扫出去 随即他就震撼地看向前方 这里就是先前的对岸吗 莫无忌喃喃自语 脸上充满了震撼 在他的前方 是一片油若锅底般倾斜下的光滑灰色壁垒 这灰色壁垒 莫无忌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材料 只知道灰色的壁垒从上空倾斜下来 然后无边无忌地延伸出去 莫无忌小心地顿了过去 他抬头看着那浩瀚无边的倾斜壁垒 就感觉自己像是一只渺小的蚂蚁 在仰望着倾斜竖起来的大海一样 那种碾压的压抑和无边的浩瀚 让他难以呼吸 莫无忌的一颗心瞬间化成冰凉 面对这种壁垒不要说他了 就算是他还在渡仙剑上 那又能如何呢 一样是蝼蚁 一样是无法渡过这个仙剑 难道他还能穿过壁垒不成 浩瀚无穷浩大 渺小和压抑 这是莫无忌所有的心情 他默然地沿着壁垒往前前进 就好像是爬行在太平洋边缘的虾米一样 在想着办法的环绕无数个叠加起来的太平洋 又是半天时间过去 莫无忌靠近了这个油弱倾斜锅底般的壁垒边缘 他伸手摸了一下 冰凉且沧桑 莫无忌很想停下来 他知道再下去也是没有用处 这壁垒无边无际 他如何能找到尽头 只是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停下来 一旦停下来的话 很快无色纸就会将它裹住 莫无忌的神念尽量沿着壁垒向远处伸展 哪怕明知没有了出路 他还是有些不甘心 足足一炷香的时间 莫无忌觉得自己的神念都有些疲倦了 但他还是没有发现这无尽壁垒 有什么可以进入的缝隙 就在莫无忌想要收回神念 休息一段时间的时候 一道连他的神念都可以刺激到的光芒 忽然闪了过来 感受这一道光芒 莫无忌整个人都僵住 这光芒他太熟悉了 雷射炮的光芒 他自己就发射过不止一次的雷射炮 岂能不熟悉这雷射炮呢 既然有雷射炮 显然就是杜仙剑 莫无忌再也顾不得节约原理 疯狂地顿了过去 又是一声剧烈炸响 伴随着无尽的光芒 等等我 莫无忌的神念已经看见了杜仙剑 哪怕明知道杜仙剑中的人 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他还是忍不住叫了出来 接连树炮下降 莫无忌的神念 扫到杜仙剑冲进了那壁垒之中 莫无忌大击 心中更是疑惑不见 难道这仙剑的壁垒 可以用雷射炮轰开吗 很快的莫无忌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杜仙剑进去的地方 居然是一个类似码头的缺口 那缺口中间 挤满了无穷无尽的鬼水珠 和各种仙剑物种 杜仙剑轰出几炮 就是要从这些东西中轰开一条血路 然后冲进仙剑之中 而等他注意到这些的时候 那窝口已经渐渐的关闭 莫无忌心中一沉 他知道 就算是他冲过去 也无法搭乘上杜仙剑了 扑子大师 我刚才的神念好像扫到 有人从仙斩边缘冲过来 那是不是莫道友啊 杜仙剑在无穷无尽的鬼水珠 和阴言无忠 轰开一条血路进入的同时 苦亚忽然说道 楼船革呼的站起来 急切的问道 苦亚 你说的是真的吗 不等苦亚回答 扑子大师就平静的说 那不可能是真的 不要说 莫道友只有地心修为 就算是他超越了天险 也无法在县前中度过一两个月 就是那些无色质 也不是他能对付的 莫师弟有火焰护照 为什么不能对付无色质呢 楼船革皱眉 扑子大师叹道 这里的无色质和死亡区域的一样 这里的无色质渗透能力更强 而且一旦停止 无色质就会蜂拥而至 莫道友的天火再强 也只能坚持几天而已 更何况 你知道在先前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除了无色质 还有先前下方的犀利 没有任何人能抵挡住先前的犀利 一旦被吸入先前地步 十死无生 扑子大师 我觉得我们还是撤回去看看 万一是莫道友呢 来不及了 先前已经关闭 再打开也是明天的事情 而我们没有了炮弹 就算是明天回去 那也是枉然 哪怕这些全部不考虑 我们也没有虾癖仙境了 哎 扑子大师摇里摇头 众人都沉默下来 杜仙剑是莫无忌的 杜仙剑上的虾癖仙境 也是莫无忌的 就算是他们能联合到一起 那也都是莫无忌的功劳 可现在 他们用杜仙剑进入了仙狱 莫无忌却在仙前中生死不知 一道刺眼的光芒射了下来 众人抬头便看见了晴朗的日光 和一片清脆 家气甚至泪流满面 自从进入半仙狱后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扑子大师将战剑停在了一座山高处 同时打开了战剑的大门 浓郁的仙灵气息渗透进来 所有的人忍不住都呻吟出声 终于跨过半仙狱进入了仙狱 从今以后 鱼越龙门天高任鸟飞 各位 这里应该就是仙狱了 但是仙狱 控制半仙狱的修饰进来 不是没有原因的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我想大家尽量不要暴露出来 自己来自半仙狱 扑子大师下来后 对众人抱拳说 那接下来怎么办 寇员问道 莫师兄不是组建了天际宗吗 我们应该都算是天际宗的 不如我们先找地方隐匿起来 等候莫道友的消息 童也性子直 说话也是非常的直接 铺子大师摆了摆手 虽然我心里很难过 可是莫道友凶多吉少 天际宗也是为了横渡先前 现在莫道友不在了 我想还是各奔前程吧 楼川河站了出来 对铺子大师一抱拳 铺子大师 莫师弟是不在 但既然是答应了的事情 那天际宗就必须建立起来 有记得莫道友话的 愿意继续留在天际宗的 请站出来 没等众人开口 酷亚就先站了出来 楼道友 铺子大师 还有各位道友 我说几句 我认为天际宗是莫道友组建的 现在的确还不知道莫道友生死 但天际宗应该继续下去 其次 铺子大师说的也有道理 我们暂时缺少一个领头人 现在聚集在一起不是什么好事 酷亚 你的意思是 够远的命可以说是莫无忌救回来的 现在莫无忌落在了先前 生死不知 他心里是颇有些不太好受 所以话一直很少 不过对莫无忌组建的天际宗 他并不反感 见众人都看向自己 酷亚再次说 我的意思是 按照楼道友说的 大家都是天际宗的人 天际宗没有必要拆散 第二 按照铺子大师说的 大家分头寻找机缘 我们这个实力 聚集在一起并没有什么好处 听完酷亚的话 所有人都明白了过来 天际宗还是天际宗 宗主还是莫无忌 因为大家实力太低 又是从半仙玉过来的 所以不能聚集在一起 必须分散开来 将来有实力的时候 再聚在一处 我同意 楼川河毫不犹豫地说 他也知道 现在他们的这个实力 举起天际宗的牌子站出来 那就是招死 我也同意 同胜立即说道 其他的人 亦是纷纷表示同意 见其余其人 全部同意 铺子大师 也点了点头说 既然如此 我也同意 这堵仙剑放在何处呢 若是大家不介意的话 我希望 这艘战剑能放在我这里 我想研究一下 这艘战剑其余的炼制手法 苦亚再次说道 铺子大师 现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提升自己的修为 这艘战剑 我建议还是放在娄师兄身边 没有人说话 对苦亚的话 大家都是同意的 楼川河是对末无忌最在意的一个 苦亚提出将战剑放在楼川河身上 肯定是考虑到了这方面的因素 而铺子大师虽然也很钦佩末无忌 但是似乎并没有楼川河那样够意气 苦亚都这么说了 铺子大师也没有多话 让楼川河收起了战剑 众人交换通讯珠 然后迅速从原处分头离开 莫无忌没有靠近那已经完全合拢的仙剑壁垒 但他心中却已经有些明亮 杜仙剑能准确找到这地方会出现裂痕 绝非偶然 也就是说杜仙剑中的另外把人身上 有横杜仙剑的行空图 甚至有仙剑壁垒出现裂痕的资料 但是没有人告诉他这件事情 这就是说 由这资料的人 并没有和他共享横杜仙剑的所有秘密 尽管不知道是谁身上有这个仙剑图 莫无忌也能猜到 绝大多数可能是铺子大师或者同事兄弟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放最后的资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